怎么能够把球发快 大家说这个我们在扔那个 就像我们在打水漂一样 你看 我是不是弧线越低 你看你看 弧线越低 我过去的球速越快 就像打水漂 邦邦邦邦几漂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速度 它会受到什么影响 入射角的问题 大部分我们在发不好的情况下都是这样 砸过去的 那么你仔细看看自己的视频 第一跳在这儿 第二跳弧线得这么高 他俩之间得有一个小拍的距离 甚至几个乒乓球的距离 如果我们要想把球发快 你必须要控制在这个弧线 基本上是跟这个网子贴边走的 那就是一个大概一个乒乓球的距离 如果说我们发过去的球 我慢点发 大家看 都这么高了 那流出这么多的距离了 那么你想把这个球发快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的弧线过高 导致它运行过程中的速度减缓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把弧线发下来呀 对吧 我们很多球友 我看了很多球友给侠老师 录制的动作里是这样的 你看 哎呀 球还没等落下来呢 他就基本上在这走球了 那我们用手来发一下 就这样的感觉 你看 就这种感觉 你在你胸前的这个高点期 你发过去的球 它百分之百过去的球是砸过去的 那我们不敢落 对吧 球我不敢下来 为什么不敢等下来 怕漏 是吧 嗯 怕漏 其实我跟大家说啊 我从下拳球过渡到侧拳球 我用了大概两三个月时间 那时候我很小 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发过去的 为啥球跟球拍接触的距离 你看接触球的面积很大 所以我不怕我发漏 你看 我不怕我发不上 嗯 不害怕 但侧眼球不一样 你看我一抛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哎呀 就因为这个事被教练打了好多次 就是给他 就是发漏 就是不敢力拍 我就 我当时就很纠结一个事情 那力气拍子 球跟球 他怎么能有 他摩擦的轨迹 他肯定是一发 他就漏啊 就因为这个事被教练打了很多次 但实际上等你发好的时候 他还是有摩擦点的 他还是有球跟球拍接触摩擦点的 所以